大家好,最近AI视频这方面的工具比较多 像前段时间介绍的通一万象2.1 它就是一个生成视频效果比较好的工具 不过因为类似的工具需要的资源都比较多 最终生成的视频的分辨率都比较低 我们肯定是想画面变成高清 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工具来处理 今天这个工具就可以用来处理模糊的视频画面 可以把它变成高清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工具集成了很多AI方面的功能 比方说这个,视频增强 可以把模糊的画面变成高清 同时改变视频的分辨率 这个功能比较有用 这个图片增强跟视频增强差不多 然后修复上色 大家看到黑白图片可以变成彩色的 同时进行修复 它这个修复不只是色彩的修复 假如你这个图片有一些损坏的地方 它也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当然修复是有一定限度的 后面还有很多这种功能 比如说影片稳定,噪音消除 这些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工具有一个收费版和免费版的区别 它这个免费版可以使用所有的功能 如果是有些限制 需要一分钟我让图片 那么这些限制肯定是我们不想要的 官方这边正好有一个活动 大家看这有个限制免费 大家输入你的邮箱就可以免费领取 那么这个版本它解除了所有的限制 它跟这个收费版是完全一模一样 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免费版本无法更新 当然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真的无所谓了 大家要抓紧谁的脸 这个不能错过 这边还有一个优惠 大家看到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做一个合理的选择 这个是工具 我们来看看它的功能怎么用 超分辨率 那么可以对视频进行一个处理 好 然后呢我们来添加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已经被处理了 因为我们这边默认选择了一个模型 这边是模糊的 当然这个看得不够清楚 我们切一下模式 这边清晰 这边模糊 那么这个处理效果呢 显然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有四个模型可以选择 这四个模型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些区别 那么它这边呢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比如第一个模型是生成更多细节 提升清晰度 然后这个第二个模型呢是 画面更丝滑 更加明亮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二次元的这个视频嘛 所以我们选第三个应该是最好的 大家看这个效果是吧 就比刚才两个效果又好 边缘的显得更清晰了 这样来处理就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说你是二次元 那么你就选这个第三个这个 如果说是写实类的视频 那么你就直接选第一个 因为这个第一个呢 虽然说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各方面呢都是不错的 综合下来呢 这个更适合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选 然后我们看这个啊 倍数 那么这个倍数呢 就是对分辨率进行一个处理 现在是两倍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倍数呢 是640 360 那么这边呢就是1280 x 720 这个已经是放大了两倍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可以三倍四倍 大家可以自己选 或者是你可以指定一个分辨率 可以在这边来指定 这样也可以 或者假如说你只想高清 不想放大这个分辨率的话 那么这边有个强化视频 这个呢就是还是保持原来的分辨率 那么下面呢是一个输出设证 全部保持Mary就行了 这边有个输出目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 要不要改这个输出目录 然后点这个按钮 然后让它来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别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像AI 这个功能呢 是用来专门处理图片的 然后呢 我们添加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那么它是一张老照片 这个照片上呢 显然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放大一下倍数 变成三倍 这样显得更清晰 然后这边呢 同样是有四个模型 这个跟刚才一样 大家想看的话 这边有个问号 你可以点一下 自己看一下这个数目名 还是推荐大家使用第一个 这一个呢 各方面来说都比较适合 然后呢 点那个脸部修复 看一下区别 这个区别呢 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看到了是吧 非常的明显 画面上一些不好的地方呢 已经进行了修复 当然它这个只是脸部修复 这个其他地方呢 还是没有完全修复掉 然后这个黑白图片上色 来选一下 现在变成彩色的了 这个修复效果不错 然后我们再来选一张 这儿还有一张黑白的 然后呢 它同时进行了这个脸部修复 以及黑白图片上色 好结果出来了 这个呢 画面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棒 同样的这个输出设置 这边一样的 这就不说了 点运行 两张图片都出来了 那么就是它这边呢 可以同时处理多张图片 可以批量处理 这个也是比较有用的功能 好 我们关掉它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功能 这边有个视频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可以对视频进行一个 比较全方面的处理 好 我们来选一个 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选项 特效 随应 剪辑 裁剪 旋转字幕 都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我们点这个特效 好 我们停下来 这个呢 对视频进行一个编辑 那么这边呢 有这个很多的特效 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反射 大家看到了 是吧 现在这个视频呢 就添加了一个特效 当然还有别的特效 也可以添加 添加造点 这些有很多 比如说字幕 这里面可以添加你的字幕文件 也可以进行一个剪辑 彩剪 比较随应 打完这儿 所以你就可以编辑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呢 都是我们视频里面 比较常用的一些功能 这个功能呢 其实我觉得挺好 然后呢 下面还有输出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输出格式 这些东西呢 其实比较全面 所以这个工具呢 我觉得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确实可以 它这边还有很多的其他功能 这个就不多说了 大家下载下来 自己尝试一下 大家可以先体验一下 如果觉得好用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去付费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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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